空岛牛哥为何整日发呆不止 花季汤圆为何坠入虚空 中立的猪人为何按下黑手 两种敌对生物为何针锋相对 初生岛的堵截是何用意 黑暗的空岛究竟隐藏着什么 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是轮性的扭曲还是牛性的轮散 是猪性的爆发还是小白的无奈 敬请关注今晚阿巴阿巴频道 空岛群生存2 让我们跟随画面揭晓答案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汤圆妹妹 经过不断循环砍树中树 中树砍树这个过程 没忘了已经攒下了不少木板 原本计划用这些木板搭建一间房子 改善一下生活水平 但我实在是受不了牛哥哀怨 去又热烈的目光 房子什么的还是以后再说吧 今天就先探索周围的空岛好了 凭借我多年动人生活的经验 这个空岛应该是用泥土组成的 所以呢 我干脆从家里带了把铲子 把这儿的泥土带回家 扩充一下出生岛的面积呢 不过这里好多牛啊 还有兔子 怪不得牛哥整年朝这里发呆呢 作为一位伟大的创始者 我可得批评牛哥几句了 咱们眼前这些方块可是MC大陆紧盛的陆地了 你听听 创造新世界 它不光荣吗 它不伟大吗 它不兼具吗 来 它需要谈恋爱吗 嗯 为了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 我决定 刷个龙通通封印药 嗯 至于这些前进道路上的诱惑吗 当然是要变成前进的动力 牛哥 这一切可都是维闻你啊 你可一定要理解我的苦心啊 牛哥我回来了 给你带了吃 哎 这到底是为什么 啊 好不容易收起的物资 一转眼就掉进去空了 好痛啊 那就用箱子里剩下的物资 做一把石斧 一把石剑 本来石斧就少得不可厉 哇 不说不说 两棵树共计得到15块木头 做成木板的话 应该是可以到达蘑菇岛的 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蘑菇岛上 百度百度 试试我几个钻石好不好 嘿 到了 什么嘛 岛上只有几株地有 还有一个猪人 猪人应该会比较友好的吧 至少不会像牛哥一样 续把我推进虚空 虽然理想与现实天差地别 但是本贼贼不走空啊 会 是汤圆不走空的原则 这些地游和灵魂沙马 嘿嘿 还是要打包带回家的 哎 怎么回事 我好像中毒了 哦 快爆个宝 这里好像有女巫 还真是你 只会搞一些脱戏的小把 有本事过来 怎么正面打架 你再不过来 我可就过去了啊 哎哎 我算了算了 女巫哥还在家等我呢 改日再来 改日再来 哼啊 想到吧 我烫完又回来了 趁现在还没有刷新地对生物 先把附近的火给熄灭掉 省了一会儿打起来 再把我的战利品给烧没了 这个应该就是女巫的刷怪龙 和心没带火吧 暂时没法放映起来 上面还有一个 太高了看不清楚 哦是小白的 现在猪大哥身后躲一躲 嘿嘿 要猫像打起来了 小白肯定不是猪大哥的对手 我 喂后面那两个猪人 你们走快点 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 欺负这种头脑简单的生物 真的是一点成就感动没有 这还有一条路往这里 这让你见识一下我的绝技 汤圆拳 哭 哭 咕 你 我可是汤圆 这点小小的挫折 怎么可能打败我呢 哇 整天打打杀杀的多没意思 在家撸出致富 他不想吗 咚咚咚 家里有人吗 没人我就进来了 好穷啊 除了几个料锅就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房子不能搬回去 好可惜 这些银石嘛 倒是可以带走 不过现在需求不大 还以后再说吧 这个空岛看起来阴森森的 而且还这么高 木板垫不上去啊 还是会想拿把稿子 直接在石头上套一个台阶出来 哎这是什么 活屎 这个小白竟然带着活屎 大意了 穿着这根藤板可以爬到顶上去 这为什么躲呢 除了腹立趴 哎呦摔个屁股堆 这太危险了 还是会加重数砍数比较好 溜了溜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汤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给个三连呗 哎 跑那么快干嘛呀 我的快追不上了 给个三连啊 追过也不容易啊